猫鼻头公园是墾丁的超航景点 去年曾创下287万人次观光 5月起要有收费了 入园门票每人30元 想省钱的旁客不玩猫鼻头 改完白沙沙滩 却出现不少滥响 游客暴增交通卡卡环境脏乱 让附近居民很有感 原来肯定白沙没有大型停车场 假日时游览车一辆接着一辆来 微停塞车出炉都成了问题 就像公共厕所不足 游客想方便只能跟民宿跟店家借 有人借不到干脆就地解决 让住户很透透 导演李安的少年拍 在肯定白沙取景后 也让当地成为旅游航点 原本玩水踏浪游客就很多 忘记月份可以达到5万多人次 最近又被团客塞爆惹来名怨 肯定猫鼻头踩收费之后 现阶段供舍不足 观光夯点洗牌 已经得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九章老妹如S小组 评诺的 助理下来 请设计划 请订阅